先去云端上面下载这个问卷调查 下载下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位问卷调查的话 理论上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要利用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帮你做统计分析的话 那第一个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你必须先把他原来的这些代号 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他实际上应该有的名称 那代号跟名称怎么做转换 那这里的话当然会需要用到V的函数 另外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对照表 其实就在这里 他是放在清单里面 那也就是说他这边上面其实是会有一个 他的对应到他哪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底下的话 第一个栏是他的代号 第二栏的话就是他的实际上的名称 所以他蛮有规则性的 上面就哪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他的代号 他的实际的名称 所以都一样 OK 所以其实还蛮规律的 但是总共我记得好像有14个栏位吧 甚至以后如果你工作上会有更多 那可是问题你要重复一直做 虽然V的函数已经很快了 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更快 OK 那其实这边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刚好有一件事情 上面的什么栏位名称 如果我将来 如果可以用一个方式 什么样的 先把 比如说性别好了 那我可以先把这个性别 对照到就是这个范围的话 那我再配合Indirect 定义名称加上Indirect 那实际上就可以很快的 把我需要的这个清单 带到前面去 那我如果再配合什么呢 配合因为他上面的上面的栏位名称 如果跟我们的定义名称一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向右向下一次就OK了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边先 只输入一个好了OK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改哪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V的函数 那我们要改最重要是这个 就是Table Array 那我就不切过来 而是我用定义名称 那怎么定义名称 首先第一个 我就是先把性别 这个名称 一般习惯这样 刚好这个是我要的名称 Ctrl C 它定义的是这个范围 所以把底下A2到B3选起来 再到定义名称的地方 点一下之后把刚刚复制的内容 性别两个字贴上 Enter一下 也就是说呢 性别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那同样的方法 年龄就Ctrl C 然后呢再把底下这个范围选起来 这个的话呢就表示它是年龄 Enter一下 那意思得一推 教育程度Ctrl C 然后把底下的这个范围选起来 再到这边Ctrl V 所以这边Ctrl C 选Ctrl V 所以总共Enter 总共就是三个步骤 OK 好那 职业也是一样 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就不demo了 Ctrl C 然后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这边把它贴上 然后 其实我刚刚已经预先先把这个后面全部都做完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每一个名称 对应到底下的范围 刚好呢就是跟上面这个栏位名称 基本上呢 一样的 栏位名称对应到刚刚的定义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一气呵成的话 第一个的话 我要找前面这个没问题 主要是这个Table Array 我就是把它delete掉 按F3 这个的话就性别 所以把性别 给它 按确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当然呢 它应该是OK的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下一个 其实 它的公式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假设 再取笑一下 年龄的话理论上是 这个的公式 Ctrl C 我把它Ctrl V一下 理论上是应该是把B2 应该改成C2 然后性别改成年龄 其他都一样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可以快速的带完 这个底下我先删掉 其实你可以这样 可以把这个性别这两个字 它带过来是那个定义名称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 如果我向右拉的时候呢 本来是性别改成年龄的话 那我顺便还要去取的那个范围 那我现在不能说我直接把这个性别 指向哪里 指向这里 性别 因为你如果给B1 如果打勾的话 他会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给他的是性别两个字 他没有办法帮你直接变成 你定义名称的那个范围 所以如果假设哦 你希望可以把上面栏文名称 转换成你要的那个定义名称的范围的话 很简单 只要多接 多做一件事 就是用 INDRESS函数 前刮弧 再加个后刮弧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前面有讲过 INDRESS里面呢 一定要什么 再按确定就可以 INDRESS INDRESS 自拼错了 难怪资料没过来 OK 好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那个 性别的那个范围 那去找一下定义 那个名称观念里面 有没有性别这个名称 有 那把那个范围帮我带过来 好 所以他就刚好可以找到那个范围 那直接查 按确定好了 好 那你会发现 哎 查到了 底下向下填满 应该会出错啦 为什么 因为 这个E不能变嘛 所以呢 第一个呢 必须要把B1 E一定要固定住 因为呢 我的名称一定在第一列 OK 打个勾 那重新向下填满 这样应该OK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向右能够填满 向右的话呢 那理论上他应该就会把原来抓性别 改成抓年龄 年龄是不是也是一个名称啊 是哦 所以我先把这个底下这个删 先删掉 那我先把它留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你如果底下已经填满的话 等一下向下填满比较麻烦 那向右拉一下 看一下年龄会不会OK 那你会发现 年龄也做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向右拉的时候 因为我的B前面没锁 所以他变成C 就抓到什么 CE嘛 刚好是年龄 把年龄的这个名称 转换 成一个范围 把那个对照表带过 OK 所以哦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呢 假如我把刚刚的V转数里面的TableArray TableArray 改成什么 IndirectB1 然后把一列锁起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结果 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你会发现 向右拉到欧蓝 太过了 OK到这里 你会发现 基本上只要你定义名称没出错的话 他就可以快速的帮我把 总共有14栏全部完成 然后呢 底下就快点两下就可以了 这样你会发现哦 底下呢再多资料呢 也不用担心说 会需要重复一直反复做 一次就搞定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其实用IndirectB1 配合什么 定义名称 真的是方便许多 以后呢 你如果工作上很多类似的状况 都可以IndirectB1 配合定义名称 这样子的话 就很快完成 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原来的那个名称是 用这样 所以第一个先定义名称 把这边的定义名称先定义 这个Ctrl-C 选范围 在上面Ctrl-V贴上 Enter OK 总共会有14个清单 所以要做14次 第二步的话呢 因为性别就指的是这个范围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边哦 本来是切过去的那个范围 改成什么 直接就是这个名称性别 OK 那将来呢 特别之后 第一个定义名称 第二个的话Indirect Indirect因为呢 我如果要把一个文字 转换成一个范围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之后 就要用Indirect 所以我们第二件事的话 就是把这个 这个 把它改成Indirect 然后前刮啊虎嘛 指这个B1 然后后刮啊虎 记得要把第一列E把它锁起来 那B不要锁 为什么B不要锁 因为B你要向右拉变C嘛 C就是年龄 一时一推 好了之后呢 打勾之后 你可以向右拉 到欧栏 再快点两下 哇 这样感觉还蛮好的 一次就全部做完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把画面呢再停止共用一下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呢 我们就可以再做后续的 做那个 比如说我要分析 诶 到底 这个 杂志里面 到底 这个 问卷的调查 里面的人 到底哪一个性别的人比较多 或者哪一个年龄成人最多 还有学历 哪一个行业别 职业 还有收入哪一个最多 然后订阅的次数 比如说你要做这些统计分析 或甚至是交叉分析 那就简单了 可是如果你前面前置作业没做好 那后面枢纽分析表 根本没办法做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枢纽分析表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提供给他的资料格式不正确的话 那很抱歉 你根本没办法 没办法用那收入分析表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